接下来咱们来讲一讲风筝对科学发展的启示 风筝的发明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启示 1749年 美国一位名叫威尔逊的天文学家 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空中试验仪 他用六支风筝将天文仪器 掉到七百多米的高空中进行科学试验 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 1752年 美国科学家弗兰克林 曾用风筝挂上一支铁钥匙 在雷电交加时 把风筝送上天 引来雷电 从而证明了雷电 也是一种放电现象 毕雷征也由此发明 1804年 英国的乔治格雷爵士 用两支风筝做机翼 研制出了一架五英尺的滑翔机 1893年 英国人劳伦斯 为美国气象局设计了一种 可以装在箱中的 可拆卸的风筝 推动了气象事业的发展 1894年 英国科学家设计了一支供战场观察的军用风筝 其作用犹如当今的卫星电视转播 1899年 美国的莱特兄弟制作了一个双生的风筝 用来观察他在空中的翻滚动作 和如何借助空气的浮力向下旋转向上升 从而发明了机翼 并在此基础上 于1903年 发明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 真正的用内燃机做动力的飞机 1903年12月17日 北卡罗莱纳州基地瓦克的无名沙滩 变成了人类航空的圣地 奥威尔·莱特驾驶着云山木和穆斯林部制成的双翼飞机 冲出滑轨飞向空中 虽然只在三米多高的天上停留12秒 飞行36.5米 但却是航空史上第一次重于空气的飞行器 在机器驱动下的可操纵飞行 莱特兄弟的最大突破 是通过操纵杆拉动连线与滑轮 改变机翼末端的公角和舵的方向 对飞机进行三个轴向的控制 风动试验则使机翼和后置的双螺旋桨达到最高效率 泰勒为飞机量身定做的12马力四缸发动机 同样是成功的关键 1901年以来 莱特兄弟进行了一千多次滑翔机飞行 提高制作和驾驶技术 纠正了李林塔尔的错误数据 并和著名飞行家沙尼特通信400多封 探讨航空理论 历史选择莱特兄弟揭开飞行的新篇章 绝非冲以偶然 1911年 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 在饰演英格兰和纽约 芬兰之间无线电通讯时 不巧遇到暴风 把天线给刮断了 紧急中 马可尼将电线拴到风阵上升空 使首次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发爆 饰演获得成功 此外 英国的克里夫顿 玄锁桥长达700多英尺 宽30多英尺 高出它所跨度的亚缝盒200余英尺 英国桥梁建筑师利用巨型风筝 把钢篮拉到对岸 成功地架起了玄桥 被人们传为佳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